深夜一辆卡车缓缓驶来 他们的方向是洛杉矶市中心 车上拉的是危险化学品 然而司机并不知道 他们用输的具体是什么 老司机凭借经验 感觉用送的东西应该非常危险 因为公司每次都想偷工减料 不对微化品进行用输报备 然而当老司机对旁边的新手 侃侃而谈 传受经验之时 突然 紧接着后面一辆车追尾 然后开始起火 有人在现场打电话报警 说看到的火焰是白色的 非常的诡异 消防人员赶来 队长制定好方案就开始行动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什么 隧道里 被浓烟笼罩的车辆旁 新手司机已经被撞出车外 老司机也被卡在了驾驶室 就要人员过来看到白色火焰 判断应该是煤缝 而煤缝着火水是灭不了的 队长当即向调度中心报告 紧急吊炮液弹车过来灭火 众人先把新手司机 用单驾车推走 然后又抓紧时间 切割驾驶室 但是因为卡得太紧 一时间很难把司机救出来 此时 车厢里的白色火焰 烧得越来越旺 而且引发了 阿尔法等级的辐射 他们必须尽快把司机救出来 这时 疼痛让司机清醒 他告诉众人 让大家赶紧离开 货物清单里显示 车厢里不仅有煤粉 还有一部分沽六石 也就是放射性极强的核废料 救援人员都震惊了 这班人竟然拉着核废料 在市区里来回穿梭 着火的车厢里 拉着放射性极强的核废料 队长立马向调度中心 反映了情况 要求立即疏散 放越10公里内的所有人员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着火的煤粉 与孤六石接触 整条隧道的辐射 将超过目前的切尔诺贝利 队长下令 让所有人员撤出隧道 只留下他自己和司机 车厢里的白色火焰越来越旺 而且正在烧像 装着孤六石的钢筒 液弹灭火车 由于市中心堵车 一时也赶不过来 而此时 车上的孤六石已经被点燃 辐射指数已经达到了加码水平 不得不说 老司机还是挺善良 他一直在劝队长离开 队长也非常的静止 没有液弹 他就用干粉灭火器 先控制住火焰 可喜的是 液弹车也终于到了 大家抓紧时间开始灭火 同时把老司机也救了出来 大火终于被扑灭 也没有造成太大伤亡 但是队长却遭殃了 他得接受辐射隔离和治疗 代表他没事 因为人们太需要这样的英雄了